今天继续讲002077大港股份 今天我们上午的时候有一个实盘的视频 就是说在上午10点钟左右 我们当时也是在上午的这个区间对大港股份 今天A股正在交易的时间做了相应的讲解 上午也说了我在22块钱 以及21块8 21块8相应的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动作 并且上午是在21块39 和21块4毛9相应的就做了这个加仓 尽管尾盘他收到了这个21块1 也就是说今天我整体做的这个T 我整体做的这个T 卖点是比较好了 但这个买点就并不是太好 但下午上午我们也说 就说你要分仓的去要分批的去建仓 上午也提到了有两个点位 第一个是21块钱 21块钱当时也说了 跌破21他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大家可以在20块9毛8 20块9毛8或者是20块9毛6 20块9毛6去挂单 果不其然今天在下午 下午在这个位置 下午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34分 1点34分 当时他跌到了20块9毛5 所以说能在21块钱 或者是20块9毛8或者20块9毛6去挂单的朋友 在这个点都能够都能够去去进场 并且在这个点位你进场 在尾盘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个正收益的 今天大港股份这个走势 其实已经是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证的这个情况 上证今天是最低探底到3061 最低探底到这个3061.51 3061 只不过是在下午的时候 他相应的他往回收 收回到这个3073 但是呢也是在这个60日线 3080之下 在3080之下 在120日线3171之上 也就是说他刚刚 刚刚收回到这个120日线 并且今天的整理情况是说 是很多的板块都是跌的 是很多的板块都是跌的 所以在大盘这么弱 大盘这么弱 跟下午日本央行发布的 那个消息的消息也是有关的 就拉跌了 基本上就是全部的亚太的这个情况 在A股这样跌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大港股份 今天还能收一个红盘 已经是很不错了 已经是很不错了 大港股份还能收个红盘 并且是涨幅是1.1 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机会 能够让之前获利的朋友们走 比方想像22块钱 这个地方又是21块9毛7 包括下午的时候 在大盘往下跌 他这段时间还能够是有个小反弹 这个点位是21块6毛3 以及这个位置能收到一个21块6 所以说今天这个相应的 能够让大家走的点位还是很多的 有上午 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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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上午走了 但是在这里我又近了 可以来讲我是属于在均线这个位置以下 离均线并不是很远近的 是因为上午这个走势绝对是很强了 整个上午都是很强 都是在均线之上 大部分时间是在均线之上走 除了到下午 下午由于大盘往下杀 大盘往下杀 大港最近的走势跟大盘比较同步 比较同步 大盘往下杀 大港也跟着往下杀 这段时间也是大盘往上去反弹的这个时的时间 然后在尾盘 大港也是跟大盘 他又都都下来了 但今天这个尾盘的这个下来比昨天比较温柔 昨天是直接往下打了 昨天是直接往下打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 在之前也提过很多次的 就大港现在的这个情况很适合你去坐替 很适合你去坐替 早盘应该会有冲高的这种时机 在尾盘有让你去捡数码的这个时候 我今天是上午买了 我上午我是先卖了 我买了 并且在下午又先应的就做了这个加仓的这个动作 是因为我在上午也说了 我不会把大港的票都卖掉 我这半转体中长期是看是看好的 所以我只是做了个T 并且我们之前那个对大港的期望还是很高的 对大港的期望还是很高的 可以看一下就是 之前我们就说当大港拿下这两个高点之后 这高点当时是22块5 然后这天是23块05分 他拿下了这个22块5的这个高点 之后是24个选又拿下了这个高点 整体的走势还是很健康的 就是底部足迹往上台 现在看我们这个超买超卖的这个情况 如果今天他想 他想走弱 他想走差的话 把这个线就要打到红线之下了 但今天他没有今天这个走势 我个人来看还是比较强的 又往上谈了又往上谈 也就是说整体这个超买超卖的指标还是买的人比较多 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健康 这也就是说 之前获利的一大部分人呢 其实还都没有走 那么大港整体往上继续谈的倾向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是24块钱 我之前也是说看这两天的这个量 这个时候是18块钱 看什么时候能能破30上36 这个也不是说百分之百能破30 百分之百能破36 只不过就是根据之前的这个经验来看 他有这个倾向 但他什么时候能到 他是不是能到的就这么快 这个咱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毕竟谁都不能说是像神仙似的 就讲在两个礼拜之后会怎么样 在十点之后会怎么样啊 但我们上午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了 上午有时候让大家在21块钱 或者是20块9毛6 或者是20块9毛8 这个去做一个这个狙击 但那下来的的时候你就进 今天的上午这个判断还是很准的 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我在上午发的那个视频 能看一下我在上午发的那个视频 当然是上午十点钟左右 在交易时间做的这个 类似于像直播式的这样的这个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个指标 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三倍做的半导体 是美股的这个情况 三倍做的半导体 美股的这个情况 今天也最近也是随美股跌 他也是在跌 毕竟是属于算科技股 算科技股也算是在美股当中算体量比较大的 假如是大盘很差的话其实他也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受影响 我们看一下没看美股现在的这个情况 道琼斯道琼斯他现在是 是跌的 道指他现在是跌的 然后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现在跌下来之后 他有一个反弹的这个倾向 有个反弹的这个倾向 能看是纳指 已经是12345 已经是加今天算六年跌了 如果今天不反弹的话 他这种跌法 下一个只成为就是之前的这个10088.83 如果这三年一万点都跌破的话 那是比较惨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 现在已经跌破了3300点了 然后这几年也是在跌 从这个3400点 123456 今天也是第六年跌 当然他有一个120日线跟60日线的一个支撑在这里 相对的来讲60日的这个支撑32190 32190 离达也是比较近 但通常来讲这种跌法 假如是真的来个六年跌的话 在这个现在这个行情就很吃力了 然后我们看基本上他能不能反弹 他能不能够就是在五年跌之后走一个反弹 走一个反弹 他假如走一个反弹的话 对明天这个大A的走势还是比较看好 当然我们自己的这个做的半导体这指数 其实很不容易 很不很不容易 今天开盘的时候是 差不多是负的四个点 差不多是负的四个点 先由负的四个点拉到了负的1% 现在是负的0.94% 也就是说今天从最低点 他往上已经拉了 拉到三个点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他是什么时候他能放红 我们在前段时间也说了 其实这个指数呢 就是在现在在这个60日线跟120日线中间做个震荡 120日线啊 做他的这个上轨 60日线做他的这个下轨 60日线的这个下轨是10块5毛4 今天开盘是10块2毛6 是在这个60日线之下 现在是10块5毛8 已经站上了这个60日线之上 那我们就看打到这个60日线10块5毛4之后 他怎么样往上去反弹 这个空间呢 看的还是从这个60日线到120日线的这个空间 之后在120日线 他什么时候他能突破 他什么时候他能突破 他能站稳 能站稳能突破的话 那我们就是监定的就看多就好了 这段时间就是说做个震荡 做一个高报DT就比较恰大 是因为在年底了 很多资金都有一个想回笼啊 想出逃啊 想逃利的这个情况 再加上很多人这一年已经是交易的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了啊 特别是在海外啊 过圣诞节该休假就休假了啊 今天是12月20号啊 在本周五啊 就是12月23号是是便宜啊 然后 呃 没有啊 24号是便宜 然后25号是圣诞节嘛 很多的在23号是个周五 很多在23号周五的下午就是放假了啊 所以呃 这段时间呢 资金的参与度就并不就并不是很高啊 除非你所在的 它是个腰部啊 但呃 现在的今天的这个情况啊 今天我们A股的这个情况 今天的这个杀法把很多腰股都给杀跌停了 包括像我们之前所谈到过的 一顶要页啊 一顶要页今天到没跌停 但但这几天走的也是一个大跌的这个情况啊 123啊 有个小反弹45啊 就是从最高的53块9毛6啊 今天已经杀到了39块4毛9 我们在上午的时候看它是39块呃 上午的时候看看它是呃 39块9毛多了啊 39块9毛多 当时是说他假如是想起稳的话 应该是过四过四十啊 把四十能说出算比较稳啊 结果是从下午啊 也是随大盘的走弱 他现在的来讲也是在走弱嘛 啊 另外一个医药界的这个 风向标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华制药啊 新华制药这个腰股啊 在今年已经翻了很多倍了啊 第一次翻面是在四五月份啊 然后之后呢 有一段的这个调整 调整之后从十月份到现在又开始啊 走了他的这个大的行情啊 走的是很漂亮啊 在连续涨停以及拉升之后啊 可以看到今天是呃 第一次触取的这个跌停啊 今天是触取的跌停 但是在尾弯他有一个反弹啊 也就是说最终的这个呃 最终的这个价格 他没他没跌停啊 最终的这个价格 他没跌停啊 受到一个负的991啊 负的991 然后今天是个小数量啊 说明这个在跌停的这个位置啊 去吸筹的人还是很多的啊 在跌停的这个位置去吸筹的人是很多啊 肯定是很多人就挂着这个跌停价在这里啊 挂个跌停价在这里啊 啊然后刚好有人砸啊砸下来之后但是他他没砸透啊 马上就有个这个反弹啊 所以新华这要怎么样啊 我个人感觉呃 今天是属于算一个小的量比量比较小量比量比较小啊 跌了一个负9.9个点 这个跌幅还是很大啊 啊就像我说我整体度要我并不是太更好啊 毕竟是属于涨了有这么高了你在往上拉的话其实能拉多高啊 啊在年底了这个整体啊资金的参与度也也并不是很多啊 并且是已经是40多块了已经是40多块啊 与其做多呢不你不如是融掉去做空啊 你融掉去做空的话相对来讲啊 这个或他的互利空间还是很大 并且这里有两个有两个缺口啊 第一是35块八毛九到38块钱 第二个是三十二块 零毛三到三十四块块三毛六啊 这两个地方啊 其实对他的牵引力还是很强了 是因为毕竟在这个阶段往里面砸钱的突破了 他现在还是一个获利的这个情况 如果是市场的行情或者是整体的这个板块都变弱的话 不排除这部分人会去获利抛盘啊 毕竟他的成本是三十多块钱嘛 你现在还是四十多块钱啊 他赚他该赚的钱啊 赚他该赚的钱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啊 这支中金科技啊 中金科技是算半倒比当中算比较强的啊 算比较强的是反包了昨天的这根阴线啊 就是昨天的最高点被他给吃掉 但是前天的这根涨停啊 前天的这根涨停还啊 前天这一天啊 他是也没也没涨停 他是最高点啊 触及了这个8.72% 然后他就开始跌嘛 啊他就开始跌啊 这一天的这个行情所在的人啊 今天几乎是到了这根实处的二分之一的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啊有一部分人家跑呢 其实给了你跑的这个机会啊 然后从超买超卖的指标来看 今天其实比前天的这个超买量是要强了啊 说明是有主力的资金在这里做这个参与 然后他龙虎榜他也出来了啊 龙虎榜我们看一下啊 龙虎榜也是很漂亮啊 前几家啊国泰军安华泰啊 中泰东莞还有这个呃中国银河啊 没有拉萨帮啊 拉萨帮没有在里面去 然后也没有华欣帮啊 也就是说两个著名的杂盘帮都都不在里啊 著名的杂盘帮都不在里啊 今天好像是赵老哥又进了啊 啊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赵老哥又进了啊 赵老哥看来对半导体还是比较还比较看好的啊 因为之前呃大港股份呃上榜的时候 他好像也是有这个参与啊 也是有这个参与啊 我们再回来看我们呃这个半导体的三倍数的半导体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情况啊 啊现在是十点六零啊已经是呃负的零点五六个点啊 从负四个点拉到这个位置啊 已经拉了三个多点也是很不容易 并且盘中这段这段这段时间哎 这段时间收到了一个十块六毛九也就是他有一个想翻红的这个情况啊 那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啊 走的很稳健的走的很稳健 完全就在我们说的这个一百二十日线和六十日线的这个区间做这个震荡啊 啊一百二十日线和六十日的这个区间做这个震荡这这几条线你画那就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上下 然后在这个位置啊下去上来 但是这个呃六六十日线十块五毛四现在是十块五毛八啊 他在这里想起稳看他能不能上来了啊 今天是是这个情况看什么时候继续往上收啊继续往上收啊继续往上收啊 但他在这一天能站稳他继续突破啊那是我们所期待的啊 因为他已经是一次突破失败两次突破失败三次突破失败 你有再再二再三你这个再次再五别失败了啊 你再失败的话啊很多想做这个板块人就都跑了啊 是因为资金跟资本就是就这样子啊 如果他赚不到钱的话他不会在这里去过多多浪费自己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啊 跟散户他是不一样的啊 散户对一些板块跟股票有纸有执念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还有的人是有这个情怀啊 你有情怀的话就会被套牢啊 有情怀就会被套牢 他就算呃是跌了啊 他也不卖然后涨一点点呢 他他就卖是因为涨了 他怕要赔了怎么办啊 但他赔了他不卖啊 大家想啊我赔了呢 我要是再涨回来怎么办 是很简单啊 外面涨的片有这么多啊 也不缺你去赚到这个的机的机的机会吗 毕竟是呃 同一个片你始终涨的这种几率是比较小 现在走周期是很正常的啊 走周期是很正常 哎 现在是三倍速度半导体他发的发的发红了啊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啊 对明天我们这个做大港 以及做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啊 能够看一下啊啊 现在是属于是比较强势啊 再往上走啊 现在是啊 10.66啊 已经是属于是这个发红了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呃 啊 美国这个指数也有发红了 像道雄斯啊 果然是老大就是老大啊 强就是强 你只能是佩服他啊 今天在这个呃 尽管今天他期货其实很不好啊 今天期货这段时间能够看一下 就是在日本公布了他的消息之后啊 他直接就往下砸啊 啊这个点是其实是杀是杀多了啊 啊就是做多的人在这段时间啊 这有是呃 32,973啊 杀到32,686 就有一个300个点的这个空间啊 就杀先杀多啊 杀完多之后要让人去做空吧啊 做空之后再杀空啊 再杀空啊 真的是那个呃 多空双杀啊 多空双杀啊 很多人在这两个比较陡的线之内 可能已经是会赔的比较多了啊 啊 啊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全球指数的这个情况啊 全球指数的这个情况啊 啊道琼斯是翻红了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也开始翻红啊 也就是今天这个美股的走势有一个想反弹啊 或者说短期想来一个 小反弹吧 毕竟一二三四五啊 已经今天是属于第六天啊 今天也是第六天 我看一下这个三面说的反弹比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对呃 十年五八还是在我们这个六十字线十块五毛四之上啊 啊 当然他上去肯定有的他不可能就始终都往上去涨了 所以上下很正常啊 但我们看整体从MACD的角度来讲啊 还比较健康啊 这个呃 红柱比这个绿柱是要多的啊 啊 今天我们所关注的另外一个票呢 是文艺科技啊 文艺科技也是跟半导体这个板块所相关的啊 在上午五我们就说他很强是因为上午的时候呢啊 尽管他有所震荡 但其实都是在均线之上啊 并且他的主力是进是进入住的啊啊 今天最高也是差不多是在十点半的时候冲到了这个百分之六点一啊 下午他其实走出也是很强就刚开始呢 这个大盘往下砸或者是说是日经的这个消息他说他往下砸他没有跟着砸啊 反正是有个这个冲高啊 有一个冲高有一个冲高之后他才慢慢的这个下来在均线之下啊 这个区间我们可以看他是长这个军形他做个震荡啊 最终主力进入出是负的二百二十万啊 也并不是也并不是很多啊 最终收盘呢 是收到了三点三八个脸啊 在今天大盘就这么烂的情况下能涨一个百分之三 已经是很不错了啊 刚才我们说大港涨百分之一点一已经是很很优秀了 那这个文艺涨了这个百分之三三八 那是属于特优秀啊 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关注的这个中京啊 中京呢绝对就是状元啊 因为干涨停了 是吧啊 那个尾盘收了一个55.99啊 是个对子数啊 这个很多腰股啊 走强的这些症状呢 就是收一个对子数啊 大家有时候能去看一下啊 就包括像之前那个拓行药业啊 收涨停或者是就算他不涨停 但他收盘他肯定啊 是个是个对子数啊 今天这个中京科技有这个想走腰的这种情况啊 但从窗买窗外的这指标是往上走的啊 今天的这个量啊 比58块455的这个量也是强的 然后整体上来讲是说把昨天的高点啊给他突破啊 然后呃明天如果是再拉涨停的话就可以创这个新高了啊 所以中京最近来讲是说算半岛底当中算最强的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文一呢 文一这两天走的也是很强 就在大盘往下跌啊 他没跌 反正是他涨啊 是因为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他涨他并不是很强啊 他并没有破这个新高了啊 他没有破他前期的这个新高 你不像我们所讲的这个中京啊 是破了这个新高啊 中京是破了这个新高 然后我们的大港呢 也是属于是破了这个新高啊 大港也说也破了这个新高啊 破了他这个新高是22块5 然后他现在是啊 破了这个22块5啊 先是23块05分破了 然后之后又是24他就破啊 所以啊 大港跟这个中京啊 这几天算比较强 但他这个呃在昨天的回调也是很强啊 反而这个文艺科技啊 文艺科技是因为前期没这么强 所以昨天在大多数都是跌的时候 他还是涨的 然后今天呢 还是他继续去去涨啊 从周线来看 我们能看就是说这个文艺的这个周线 反而是比大港的这个周线更好看啊 是因为能看的是 他这种走势是说明他还没涨完啊 而大港的这种走势呢 就是说你要么你破了前高 你哪怕都在这里 你下来啊 做一个震荡 做两周也是很正常的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看在这里很多人就想他会破前高 他没 他一二三四啊 震荡了这四周啊 震荡了这四周之后啊 在上周才开始破这个前高 那么本周的这个情况 他能不能够也是一个震荡的这个开始啊 这个我们要去看 是因为这个震荡比这个要强啊 就本周三星的这个周线呢 比这周要强 是因为这周他有打到这个五周线的这个区域 并且有有跌破他 我们现在的这个震荡 尽管是震荡 还是在上周这个红柱的二分之一之上 并且五周线是19块389啊 现在我们说本是21块一样 还是你在你这个五周线之上 并且整体的军线都是往上走啊 所以这到目前为止 咱们的这一周的这个周线 其实比这天要比这周要强啊 也比这周要强 所以我更形象 本周啊 今天是周二 还有周三周四跟周五 他有可能会翻红 然后下周他继续往上走啊 但唯一不确定 或者唯一就是说 让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因素 就是在年底啊 不确定一些很多 很多人会砸盘 然后并且呢 看没看美股的这个情况啊 美股有一些 其实对咱们的这个影响 还是很很大的啊 现在是十点六啊 负的零点四七个零啊 看他能不能够继续往上抬了啊 如果今天能收一个百分之四点六啊 收一个比较好的红的一个红盘啊 回到十一块钱啊 回到十一块钱 那么每天在国内的这些半道皮的板块啊 还是比较好看的 还是比较好看的啊 但也不能说今天这个国内半道力 他走的弱了 今天国内的半道力走的绝对是强啊 像大港也涨了 像文也涨了 像中冬也都涨了啊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明天怎么样啊 如果今晚啊 美股比较稳啊 如果今晚这个三变速度半道力 他比较稳啊 我相信大港 他明天会有个高看啊 对我来讲高看 那那就什么啊 是因为最近这个大港的走势啊 他不是说像之前就那么稳啊 你要是稳的话 你就持股你不动就好了 但是呃 有些风险相对来讲是要去控制的啊 而这个控制风险比比较好的这个方法 或者说最笨的方法 那就是第一 你永远你别满仓 第二呢 就是说你别加杠杆 第三就是如果你满仓了 那就高包低息吧 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股票就死在这里 看他赚了 看他赚了 看他红盘了 那你就卖啊 然后把一部分的现金先收在手里了 然后等他跌了啊 等他到你说计算的这个第一位 那你再买啊 就就高包低息这种啊 做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 并且你做好了吧 你相对来讲这个利润会比较高了啊 所以啊 如果你始终是呃 持股在里面 比方讲在这一天 你如果是23块进的啊 然后在24块或者是在二 在第二天的24块或者是23块5 或者是23块8里面卖 那你这两天的这种调整跟跌幅 你的心态会比较难受了 都不能措施崩溃了啊 但会比较难比较比较难受啊 但你要是说23块的这个点 他有没有可能再收回 这完这这完全是有啊 今天是21块1嘛啊 明天呃 23块钱在涨停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但只有心狠的人才能就说 第一天跌第二天跌 第三天的这个反天的这个反弹 还没有收回啊 才能等到这个第四天 他有这个反弹啊 但很多人其实是等不到这个 第四天的这个反弹 在第三天或者在第二天 一刹地他就卖了啊 所以 我们对这个大港啊 大港其实最近就是呃 看大盘的走势的这个相关性很强 而大盘走势的这个相关性呢 跟美股市场啊 也是有相关的啊 啊美国一跌咱们是肯定跌啊 就大多数的这个就美国一跌咱们大多数会会跌了啊 咱们大多数会跌啊 能看的就是现在比较好 就是说三大美国指数都是放红 然后啊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三倍做的半导体啊 三倍做的半导体啊 也走也是比较坚强啊 一走也是比较坚强啊 尽管是之前放过他又下来了 但这个 这条线啊 这这条线啊 这条走势还是比较漂亮啊 然后再看一下跟我们另一个比较关注的是金的指数啊 金的指数今天走的是比较强啊 已经1826了啊 1827了啊 那么我们另一个重产股就是赤封黄金啊 赤封黄金啊 随着金价的这个拉升啊 他会有相应自己的这个跟金价去共振的这个情况啊 啊 虽然我们当天买的时候其实没有在第二天就赚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啊 当天我们是在这买的啊 当天我们应该是在这买啊 就是12月14日在上上礼拜三买啊 上礼拜三是因为当时是说想看一般反弹 啊 想突破这几条这个均线啊 但但没想到老师啊 这几天金价是在跌的啊 金价是在跌的啊 但今天金价有所反弹 所以今天其这个赤封黄金也收了一个红盘啊 在整个大盘都这么弱啊 在很多个股都跌的这个情的情况下 他收一个红盘啊 很不容易了啊 但我们看我们之前那个对他的这个分析呢 就是啊 跟前面很像了 下去上来再下去吗 下去上来再下去 然后是也是下去上来再下去啊 所以这里也是有一个就是下去上来再下去 才往上冲的这个情况啊 所以如果是我们所看的这个金指数啊 看到这个金指数 这个COMEX 黄金啊 那指数啊 今天确实很强啊 涨了一个1.6个点啊 涨了一个1.6个点啊 算最近算最近算比较强的了啊 金指数这样强的话 啊 金指数这样强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明天的赤风黄金啊有一个高抛的机会啊 就像我说说你永远要抛才吸 不要把钱就在那里面就放着了 那当然你是想做长线或者是说你买的就是很低点呢 那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买的点也并不算低啊 算中间或是中间片上啊 那就是各发低息嘛啊 不要让自己就是在里面都始终就就这么套啊 得活吗 是吧 得灵活起来啊 好 我们看这个上面做的半导体啊 现在啊 之前有一个4.6几啊 有一个4.69啊 是红盘 现在他就他就他就有点下来啊 但是不要怕嘛 啊 整体的这个反弹点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他到这里他会往上谈的啊 他会往上谈的 嗯 这样我们对明天大大港股份的这种预判呢 就心里面就比较稳了 心里面就比较稳了 我比较倾向的是说明天大港股份啊 会有一个会高开啊 最起码是个红盘啊 红盘高开啊 红盘高开他往上冲 至于能冲完就往上砸还是继续往上冲 那么我们要看今天的这个后半页啊 看今天的后半页美股以及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走势啊 就如果今天半导体继续走强 并且能翻红 并且他的三倍速度半导体能够翻两个点翻三个点 甚至更高的话 那明天大港啊高开高走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啊 或者是说高开然后拉长平啊 就比较高 但如果今天在后半页啊 整个美股和这个三倍速度半导体 它始终是属于一个反弹到这个零轴之上又跌下来 反弹到零轴之上又跌下来 那绝对就说明是他没有做好做好的这个准备 这样的话 如果今天是有一个小红盘他收盘的话啊 大港在明天只要高开那就是卖 只要高开那就是卖啊 好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